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苹果股价出现近来罕见的飙升,大幅收涨4.3%,市值单苹果市值一夜暴涨8113亿日,增加1120亿美元。 苹果股价之所以上涨的主要原因有两点,首先是在苹果公司遭遇年初以来一系列不利,股价陷入困境之际。 美银、摩根大通等部分华尔街分析师逆势对该公司看好。 美银分析师王C.摩罕称,华尔街再一次低估了苹果的毛利率,预计未来几年,苹果产品部分的毛利率将上升约180个基点。 服务部分的毛利率将上升约150个基点。 此外,定价也是苹果可以采用的另一种进一步提高毛利率的方式。 第二,市友报道称,苹果正在酝酿重大升级,让Mac电脑配置新一代晶片M4,人工智慧AI功能加持将成为M4的亮点。 报道表示,苹果正准备用具备AI功能的M4晶片,彻底改造整个Mac产品线。 并且,计划从今年底到明年初,发表多款搭载M4的Mac电脑, 包括新版iMac,低阶14英寸MacBook Pro,高阶14英寸和16英寸MacBook Pro以及Mac Mini。 苹果是最早诚先先进制程晶片的公司之一。 2023年,苹果在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Pro Max中,率先采用了基于台积电300米制程工艺A17 Pro晶片。 值得一提的是,苹果向来喜欢在iPhone上搭载最先进晶片, 然后再将这些晶片的衍生版本带到iPad和Mac产品线。 苹果自研晶片M1系列基于A14仿生,采用台积电的N5节点, 而M2和M3系列分别使用N5P和N3B。 Apple Watch的S4和S5晶片使用N7节点, S6、S7和S8晶片使用N7P, 最新的S9晶片则使用N4P节点。 每个连续的台积电节点,在电晶体密度、效能和效率方面都超越了其前身。 去年年底就已经有消息称,台积电已经向苹果展示了2奈米晶片原型, 当时的说法是预计将于2025年推出。 虽然目前来看,2025年还早,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苹果下一代晶片已经在路上了。 据报道,苹果晶片供应商台积电正在制造2奈米和1.4奈米晶片方面取得进展。 这些晶片很可能用于未来几代苹果晶片, 最早可能搭载于2025年秋发表的iPhone 17 Pro上。 根据目前已知的消息, 2奈米和1.4奈米晶片的量产时间显然已经确定。 2奈米节点将于2024年下半年开始施生产, 小规模生产将于2025年第二季度逐步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台积电位于亚利桑纳州的新工厂也将加入2奈米生产的行列。 而在更远期的2027年, 台湾的工厂将开始转向生产1.4奈米晶片。 台积电的首个1.4奈米节点, 被正式命名为A14, 将紧随其N2节点2奈米晶片之后。 台积电计划于2025年底量产N2节点, 随后将于2026年底推出增强型N2P节点。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 约前宣布将在美国建造2奈米产线, 外界也持续关注台湾扩产进度。 据台湾MoneyDJ理财网报道, 台积电加快2奈米, 整体投运进度, 今年底高雄厂就将开始进驻设备。 台积电现有的两座2奈米, 生产基地分别位于新竹科学园区宝山和高雄, 进度方面宝山厂区较快。 目前看来, 宝山厂区将按原有计划稳步推进, 本季度实现设备机台进驻, 机年底实现小规模试产线mini-line完工, 2025年四季度正式量产。 而在高雄厂区方面, 机台进驻时间提前至今年底, 目标2026上半年量产, 初期月产能规划与宝山相同。 两家2奈米, 晶圆厂初期月产能均将在3万至3.5万片晶圆左右, 这一数字将随着营运展开进一步提升。 到2027年, 合计月产能预计将拓10万片大关。 消息一指出, 台积宝山高雄厂正式量产后, 进入产能拉升阶段, 到2027年, 合计到11万至12万片, 两厂都会生产第一代2奈米, 及第二代背面供电N2P。 至于在下一代1.4奈米, 即工艺A14会在2027下半年量产, 可能花落台中。 台积电法说会透露, N2发展背面供电解决方案, 最适合HPC高效能预算相关应用。 基线技术之上, 背面供电使速度提升10%至12%, 逻辑密度提升10%至15%。 目标是, 2025下半年推出背面供电, 并于2026年量产。 2奈米客户方面, 大客户苹果依然抢头箱, 生产旗舰级智慧型手机晶片, 且英特尔也表达导入意愿, 其他大客户如AMD、 辉达、联发科预计陆续接榜。 但在具体客户问题上, MoneyDJ理财网给出了不同于部分其他媒体近日报道的声音, 其表示, 苹果方面将在iPhone17上采用N3P制程、SOC, 直到2026年才会在终端产品中引入2奈米、晶片。 若以制程计划看, 今年iPhone16采N3E, 明年新机采N3P, 也就是说, 2026年才会有第一个台积电2奈米终端产品上市。 除台湾外, 台积电近日还承诺在本十年底前在美国建设两座至少2奈米制成的晶圆厂。 尽管晶片工艺在稳步推进, 但眼下台积电面临两个挑战。 首先是刚刚过去的地震对台积电的2奈米工厂冲击严重, 部分设备需要更换, 该工厂目前仅生产少量用于测试的晶片。 为了规避自然灾害风险, 台积电4月宣布, 除了已经在建的两座大型工艺工厂外, 还将在亚利桑那州建造一座2奈米工厂。 总体来说, 按照台积电的规划, 人们最早见到2奈米制成工艺的晶片的时间会在2024年末到2025年。 而具体到产品上, iPhone 17 Pro和iPhone 17 Pro Max 或将成为首批搭载2奈米晶片的智慧机型。 这也意味着将于今年9月发表的iPhone 16 Pro系列将无缘2奈米制成晶片, 不过全新N3E节点还是有优势的。 此前在2023年基础研讨会上, 台积电业务开发副总裁张小强曾表示, N3E在良律, 工艺复杂性方面将优于N3, 这直接转化为更宽的工艺窗口。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一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